2024年香港小姐竞选 由观众投票选出的 入围佳麗今天揭忠 今早一众候选佳麗 去到寿篷改变造型 一众佳麗对新发型都很满意 翻版蔡杰 程姜月之前 扎起头发引起劣萍 今天终于一说前耻 你有没有今天特意 跟发型师说 叫她弄坏一点 是呀 都有 因为上次扎起头发 大家都说好像老了十岁 其实我觉得扎起头发 可能会青春一点 但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剪短了少少头发 整个人好像轻型了 形得比较阴和有气质 因为我本身是黑色头发 染浅了就很活潑 很阴 非常满意 入围佳麗中 年纪最轻 陈芝同Jessie只有18岁 其他入围佳麗包括 温哥华华姐亚军 钟翠思Tracy 缩水陈星鱼 Adrian 李曼思 网民深水三甲 梁家莹 Emily 还有毅乐林Ellen 虽然有成大李佳恩称号 但被网民极速起底 指她曾经拍过水作舍真 有没有吓起她 我自己觉得不算起底 因为我Instagram那里 都有那些照片 都是一些阳光积极的泳装照 我觉得是OK的 那如果她们再起底会不会有压力 也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走得正 站得正 最年轻的有个优势 但你说面对又翻範错的 翻範理家有没有压力 很大的压力 你打算怎样被箭 我会努力展现自己 虽然我的经历没有其他阶励 但我会更有活力 更加让任何人知道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 还有要努力的地方 Tracy 大家都说你是大热 又知道你是华者亚军 你自己有没有压力 自己有信心 但不要有压力 因为用平常心去对待 尽量做好自己就OK了 有很多人都说你像钟丽琪 你开不开心 很开心 她也是很自信 还有很多信心 还有很大喜 我觉得自己像她也是一个好事 我也很开心 有人说我像陈星元 因为她真的很美 我也有点压力 但我都懂得如何处理 所以没问题 这么多美女 这么多竞争 我看到这么多美女 我很兴奋 其实不怕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也很开心 因为看到这么多美女 但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